在上期内容中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白灯之围 以一种神秘而又商业化的方式达成了和解 在那之后 匈奴人并没有要求完全得到核桃平原 而是做事汉帝国将触角伸到核桃平原 恢复了对前套平原东部 及赵秦两代所划定的云中郡的统治 也就是说 汉兄双方并没有以更有可能达成地缘平衡的管材山为界 而是在前套这样的平原地区保持接触 这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局面 以汉兄两国的实力和地缘结构 以及战术特点来看 匈奴人要想在大同盆地立足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反过来 汉帝国要想在核桃平原保有一个突出部 也同样非常困难 然而双方在那段和平期中 却还是在前套平原维持了一条边界模糊 又很难确定平衡线的实际控制线 作为处于战略优势一方的匈奴来说 他们允许汉帝国渗透到前套平原 并不仅仅是因为自己需要时间和精力做内部整合 更重要的是 汉帝国重建的这个云中郡 是缺乏地理防御能力的 换句话说 如果一片土地有着比自己游牧牛羊更高的产出 而又无力阻止自己在丰收的季节前去收获 那么匈奴人其实并不介意这片土地名义上归属于谁 汉帝国耗费超量资源所维持的这个突出部 更像是为自己在经营一个可以轻易进去打猎的列场 从动机来看 汉帝国有充分的理由 希望在核桃平原显示存在 因为最起码从面子上来看 汉帝国并不认为自己败给了匈奴 所谓和亲 只是由于双方都不想诉诸武力 而采用了一种相互示好的办法吧 更为重要的是 云中郡的存在 可以作为抵御匈奴进一步难清的一道防线 尽管这道防线并不是那么可靠 但只要双方都还希望维持这种表面的和平 就不会越过这道防线 也就是说 这个毫无防御能力的突出部 可以作为一种战略缓冲地带 对匈奴的动向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尽管和亲之后的汉帝国 实际上是在花钱买平安 但想用钱买段核桃平原 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失去了这片水扫丰美之地 不仅意味着 匈奴人在漠南没有了稳定的前进基地 更意味着 那些善于聚贤以自首的汉军 可以在阴山分水岭上 重建赵秦两代所打造的长城防线 即使是指得到 由大青山至阴山所庇护的前套平原 也足以让汉军拥有足够的地理优势 来打造一条相对完整的防线 为了能更好的管理核桃平原 匈奴人内部也对核桃地区做了划分 大部分水网密集的后桃地区操场 也就是廊山至阴山一线 是由右衔王部放牧 而位于阴山山脉中部的阴山南北 以现在的包头为中心 则为匈奴柴与王庭所直接控制 到这里 我们对汉出核桃平原的地缘格局 就已经比较清楚了 也就是组成阴山山脉的廊山 阴山、大青山 分别置于匈奴右贤王 匈奴王庭 以及汉帝国的控制之下 如果说居中的差于王庭与匈奴左翼 这两者的对手就是汉帝国的话 那么匈奴右翼所承担的任务 就要重得多了 匈奴右翼除了可以穿越 厄尔多斯高原侵略汉帝之外 占据河西走廊的大约市 也同样是匈奴人强劲的对手 在之前的内容中 我们也曾介绍过河西走廊 而所谓的河西走廊绿周代 并不仅仅指 延祈连山北路那条狭长的走廊地带 还应该包括 俄纪纳河下游和古阳河下游 所形成的居沿海 以及朱叶泽两块水草丰美的草场 尽管这两个板块之间 应该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联盟行为 但客观上 他们都在面对来自北方蒙古高原的压力 而在与匈奴人的博弈当中 中央之国在战国后期 以及秦帝国时代 与匈奴在核桃地区的争夺 就极大的缓解了大约市人的压力 因此 大约市人能够长期与匈奴为敌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和中央之国形成了极角之势 这样一片能够被农耕文明 开发成规模农业区的土地 也同样有机会 为游牧而来的大约市人提供住牧的条件 也就是说 生活在河西走廊的大约市人 已经很大程度摆脱了游牧生活 可以在固定的草场上 小范围放牧的优越条件 使得大约市人像农耕民族一样 开始营造固定的城堡 据点来抵御外族的入侵了 我们现在还无法得知 大约市人在金银河西走廊时 有没有对这些绿洲 做一定的农业开发 农业生产又在其中占据了多大比 但能够稳定下来 并营造永久性攻势 抵御来自蒙古高原的入侵 却是可以肯定的 也就是说 此时的大约市人既有着游牧民族的机动性 又有着农耕民族在防守上的技术特点 加上匈奴人在核桃地区 始终无法获得稳定的支点 大约市人最起码在进行防御时 会有很大优势 这种防御上的优势 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 转换为进攻上的优势 因为以大约市人的实力和战术特点来说 要想攻入墨北 成为蒙古高原之主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如果大约市人想渗透核桃地区时 在距离上却比墨北的匈奴人更有优势 如果匈奴人在与中央治国争夺核桃地区时 不想被人背后捅刀子的话 通过外交手段与大约市人暂时维持和平 就变得十分有必要了 对于两线作战的国家来说 在新解决哪一个对手的问题上 并没有标准答案的 不过通常情况下 你总是要避免两线作战的 也就是说 在一条战线上 先用外交手段稳定住对手 再集中精力对付另一个对手 然后在取得最终胜利或阶段性成果之后 再反过手来解除前者的威胁 而面临两线作战的匈奴人 所采取的就是这样一种策略 只是究竟选择哪一方作为主攻对象 不光要看自己的情况 也要看对手的变化 通常情况下 因为内部动漫而消耗掉大量资源的一方 更容易成为对手直接攻击的对象 很不幸的是 最先让匈奴取得战略突破的是汉帝国 拜登之为在战术上所造成的重大挫折 以及汉帝国不得不正式的修养生息问题 让帝国在面对匈奴之时 只能长期采取战略防守的态势 当然 幸运的是 汉帝国的体量足以保证自己核心农业区的完整 让匈奴人的战略优势 仅仅维持在农牧分割线一带 而从匈奴人的角度来看 他们也应该从来没有想过入主中原 因为对于这个游牧帝国来说 能够在核桃地区占据主导地位 并不断从农耕区获得额外补给 就足够心满意足了 因此 这也使得匈奴人在战略上 不再面临两线作战的风险 可以集中精力解决大跃士人的问题了 毕竟对于匈奴人来说 大跃士人那丰美的草场 以及垄断东西商道所带来的丰厚利益 都是他们不断通过战争方式 试图占据河西之地的直接动力 当中央之国不再成为匈奴的威胁 核桃之地又可以让匈奴人 无限接近大跃士人时 大跃士人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匈奴人对于河西走廊的占领 并非是通过一场战争完成的 经过之前对河西走廊的粗略分析 我们知道 这个板块其实是由相互独立的几块绿洲组成的 不过 最迟在公元174年 随着大跃士王在战争中被匈奴所杀 大跃士人就应该完全退出了河西走廊 并下西迁移 而匈奴人对河西走廊的完全占据 也极大影响了河西走廊两端的板块生存状态 一方面 完全占据河西走廊的匈奴人 可以在西北两面对汉帝国形成半包围之势 极大的增加了汉帝国的压力 另一方面 大跃士人的西迁 在西域乃至中亚板块 也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对于汉帝国来说 最直接的感触是 匈奴人在占据河西之地后 对汉帝的大规模侵袭愈演愈烈了 几乎达到了一年一次的密度 而在此之前 基于和亲政策的实施 匈奴人一般只是在大灾之年 才会集结兵力难清 希望逼迫汉帝国提供更多额外的物资 自白灯之为之后 通过修养生息来继续力量 以期待最终与匈奴的决战 一直是汉帝国的战略指导方向 而帝国对于北方边境所倾注的资源 是随着匈奴人的压力变化而变化的 至于匈奴人在游牧体系内部的整合工作 做到了什么程度 暂时并不是汉帝国所关心的 与之相比 汉帝国更关心的是 内部那些诸侯能否真正融入中央集权体系 以让帝国的战车更顺畅地运转起来 只有当这一切整合工作都做得差不多 活力恢复到高峰期后 了解游牧体系内部的结构 看看有没有机会 通过合纵连横一类的战术 来更有效地打击匈奴 才会提升逆时日常 当今由文景直至 一切战略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到位 汉帝国开始迎来伟大的汉武帝时代时 针对游牧体系内部的分析工作 终于受到了帝国中央的关注 而曾经作为匈奴强大对手的大跃士 也第一次进入了帝国的视线 由此也拉开了汉帝国 对匈奴战略反击的序幕 这部分内容 就留到我们下一期继续给大家解读 好了 以上是本期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请大家多多点赞 更多精彩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